在二次方程中,最常见到的一类问题就是面积问题 就像这条题目一样,它有一个示范单位,长方形 它的长,就是它的阔的两倍,若望是这样 然后,这个单位,它被一道一米厚的长包围 就是这样 所以,这场就是绿色的这个空间 由于被梦想包围,就不是全部地方都可以用的 只可以给你用的地方,摆衣服的地方,就是蓝色 变白色底的这个区域 这个就叫做实用面积 那这幅墙呢,在这个板图上面,在这个 楼宇的平面图上面,就占了建筑面积 就是红色这个框的某个百分比 然后就问你白色这个区域有多大 那我们知道这条题目之后呢,就可以着手开始做了 那,惯例呢,我们 那X,那X切什么呢? 一般就要看这条题目,问我们什么 那接着呢,就问面积 实用面积有多大 那面积呢,就是这个 一个阔和长的成绩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切一个 这两样东西,短的那一样 那所以X呢,就是这个单位 的建筑面积的阔,就是红色的这一条边 那我们就会说,这个是X的 那它的阔是X 那它的长是阔的两倍,那就是2X 那所以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 这个阔乘以长 那理所当然就是2X的平方 那至于这个实用面积 那实用面积的阔是多少呢? 我们之前说过 这幅墙是1米那么厚的 就是这里有一米那么厚 那这幅墙又有一米那么厚 那它四边都是1米那么厚的 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阔呢 蓝色的这条边呢,就是 我们这个实用面积所需要的阔 那就是X,就是红色的这条边那么厚 减了这个1米,再减了这个1米 那就会变成X减2了 这个阔是X减2 那至于这个墙呢 那至于这个墙呢 又是两边都是1米1米这样减2 那所以墙呢,就比建筑面积的2X呢 少2米了 那所以,它的面积呢,就是等于 X减2X减2 和2X减2的成绩了 OK? so far so good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看条题目,问什么 看条题目它给的第三个显示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表面,这个平面的面积呢 就是这幅墙,蓝色的这一块 sorry,是绿色的这一块 它占了整个建筑面积的某个百分比 那它的面积是多少呢? 就是建筑面积减实用面积 OK? 那我们有的材料就已经齐了 那就可以开始列这条色了 之前说过 这条色左手边的这里 就是那幅墙的平面面积了 那就是建筑面积,减实用面积 这两个都是之前列过的 而它呢 就等于建筑面积的34.35% 那就是这样列了 这个2x2是建筑面积来的 所以呢 我们列了这条色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计了 那很简单啦 左手边把这个,炸开它 我们有点减实用面积 такую2x的平方 减2x的平方 减2x的平方 减6x加4 эксп丝 til4 等于34.35% これは2x的平方 好,我们有东西可以弱,然后这个负就要乘入这个课套里面了 下一步我们有正6x,减4等于,这个%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小数了 即是把这个数字除以100,就等于0.34375 这样我们对一个小数运算,总好的就是对一个%运算 2x的平方 这样我们发觉,这些数字整条式是可以除以2的 那我们下一步就把它除以2,然后顺便把这些东西踢到右边 所以我们最后最后就会得出一条1元2次方程式的通用形式 就是它的generalized form,这样就会变成 0.34375x平方 减3x加2等于0 OK,这个就是它的通用形式 那写成这样呢,我们就会有我们之前说过的A,B,C 这个是A,这个是B,这个是C 那这样的写法呢,我们就差不多算了一半 为什么呢,我们之前没有学过这个二次方程有一条万能公式的一条公式 就是X,等于 等于,-B正-F-B -B 平方-4-A-C over-2A 那今次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 代进去 代进去,只要我们小心一点 例如,這個負B,先寫負,B是負3 正負根號負3的2次方,減4 這次先乘了C 第二,A是0.34375 整個負責除以2,0.34375 這些之後都是普通的算術運算 計算沒粗的話,我們就會計算到3正負2.5 over2乘以這個 所以,我們就會得出X有兩個答案 X的第一個根是等於8 X的第二個根是約0.7 X有兩個答案,我們要選哪個呢? 我們就要留意這條問題 我之前說過這條問題,是這樣的 畫圖的話,就說這個好像回字一樣 然後,我們切X是這一條邊,邊長 然後這兩個東西各佔1米 那所以,這個X 最少應該要大於2米 因為,如果不然它怎樣可以 給一個厚達1米的長身包圍著呢? 是不是? 如果不然這間房根本成立不到 你畫不到出來的 那所以呢,我們計算到這兩個答案 其中的第二個根呢 在說X的第二個根是不對用的 那如是者,我們會寫X的第二個根是需要寫去的 英文的話就會寫reject 那如是者,我們有X等於8 那下一步呢,我們就要因應這條題目 因為這條題目問我們的實用面積有多大 那我們就開始填這個表 之前計算到X等於8 X是建築面積的寬 X等於8 那長是寬的2倍 那就是16 所以,8乘以16 就是這個 128 OK? 數法,so good 那然後 講過這個實用的面積的寬 就是每個都少2米 那所以呢 對於實用面積的這一欄來講 寬是8-2 即是6 長呢 就是16-2 即是14 那所以它的面積就是6乘以14 也就是84 OK? 這一格 也就是題目的要求 問你實用面積有多大 那就是84個平方米 那所以我們 只要寫這條題目的答 這個實用面積 就有84個平方米 搞定 1 3 1 非常